- 回到这个创下这边 杜志诚你的老朋友杜老师 他说蓝大选必败 他说从总统区域立委 他认为风险都很高 他说最后希望在不分区的名单里面 他说了国民党如今内忧外患 精英茂怒神离 那蔡富颜璋四大天 四大天村实体操控 就被这些地方的山头操控 那韩粉的排达性攻击越来越强 他说最后国民党可能只剩下 所谓政党的名片 就是这二三区立文 这名片能看吗 到底是写杨文嘉还是写张荣卫 让皮膀看看 他说这个部分区的名单 要多元广泛充满良心和人民的希望 或有一波只消有一张政治老屁股 一个仇庸派系分子 一点政党财阀二代色彩 KMT保证你万劫不复 杜老师就说吧 冲牙兄同意吗 杜老师太理想主义了 我们通常去看所有人过去那么多次 当你变成单一雪区两票字 其实不分区的名单影响不大 OK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你有跟着总统选 你有跟着立委选 到最后就是回到了极端动员 所以你可以上一次的时候 上一次的在野大联盟名单最好看 但是最后极端动员之后 他们全部被吃光了 全部回到了民进党那边去 也回到了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很惨 所以全部最后当告急的时候 虽然先前的时候 你会看到说不分区很多机会 再多的理念进不起告急的拉扯 对 所以其实最后他们当然就是有一点比例 但是最后还是会回去 所以会看到上次的在野大联盟全部都 不然范云的形象多好 也是没机会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 而国民党今天春阵出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李嘉芬和吴敦毅的大联酷 就告诉你了是钱 他们其实国民党现在真正出的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是什么 过去的时候 国民党当年韩国瑜在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状况不一样 他在当立委的时候 黄富星找你 你就出来 黄富星都帮你安排得好好的 钱有人有什么地方都有 上校就对了 厂子就对了 他把人大家把你抬到现场就可以了 那去年的高雄市选举 他也是选得太舒服了 因为突然一个风潮起来 所以都是地方上 肖瀚俊 王金平 王院长就冲了 帮你弄得好好的场子 什么人都不用你管 你就是时间到你到场就好 所以他以为选举就是这一回事 可是国民党自从开始 党产开始越来越少 开始被管制 国民党现在是很辛苦的 所以吴敦毅在脸书上 不断哀哀哭告 每个月三千万我很辛苦 所以吴敦毅国民党已经没钱了 但是韩国瑜还以为 国民党是过去的状况 所以会看到现在各个地方的 竞选总部开不出来 为什么 一开张 竞选总部我们以前 一开张柴米油盐 叫做啥 每天的便当钱 电费水费 你就知道那就是上万元 你要开得起来 那谁给 谁出 这个钱的问题 国民党的金流很多 过去企业界 要分很多不同产业 比如电子业的 在大陆的台商 金融业的 建筑业 他们的大概我印象都是四个 是很大的金流 目前你所了解 动得了吗 钱的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是如果你会赢 钱都自动扳给你 那如果你现在不见得会赢 那我就要考虑一下 我根本去得罪 如果是蔡英文会赢 我根本要得罪 如果郭台铃有机会 我根本要得罪 那国民党传统的 这几年来没有党产之后 他的三大金流方向 第一个是电子业 科技产业 逐科 逐科多 基本上还是属于外省 经营权贵 韩国瑜讲的 那因为他们创办的 那个系统脉络 逐科会支持国民党 电子产业会 那现在他们的逐科里面的 大哥出来了 大哥 郭台铃 学员名字都表态了 电子业 科技新贵 这个没了 这个没了 然后再过来 国民党常常的是营建业 营建业里面的状况是说 那营建业台湾这几年 皇帝厂并不好啊 真的比较不紧急 只有一个地方 双北 大台北地就非常好 房地产有 有建设有工程 而且这个两个市政府 也是有钱的地方 那现在呢 所以主导权变成 柯市长跟侯市长 那侯友宜刚上来 这个脉络系统 那虽然他以前是副市长 但是以前应该是朱立伦 会比较熟的 那可是柯文哲 刚开始的时候 五大避害 受到了很大的教训 柯文哲这几年 你会看到说 最近又被自由时报拍照去吃饭 柯文哲跟营建业的关系不错 那如果现在柯文哲 又在郭台铭这边 又在韩的对立面 又在对立面 他们要看一下 那剩下就是台商 那台商现在是 中国大陆 第一个呢 国台办的态度不明 那国台办已经开始很紧张了 央视天天在开节目 央视都开告急节目 告急告急 那如果就这样告急 那台商想说 那我投资有效吗 第二个 中国大陆现在 整个内部的 人民币都跌破7.13了 经济很困难 现金很困难 李克强说要过苦日子 财政部长说要过苦日子 资金怎么走 所以台商也没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 无论意也没钱了 所以你会看到说 整个开办不起来 然后开办不起来 就是互相埋怨 是该你出钱 该我出钱 是谁该主导 你就看到了 其实昨天李嘉芬讲的 拜托我参加初选 然后还要花钱 然后无论意 这个里面其实是 就是那种美感 国民党的钱的问题 那你看到说 韩国瑜有没有发现 他的危机 有 所以他现在只在 找一个地方 要去要钱 什么地方呢 侨胞是对国民党 极有热情的 国外去募款 所以红秀树虽然被换住 但是后来还是 挺起国民党 当了党主席 2017年的时候 缺钱缺得很急 那时候都有公开的报道 他去了一趟美国 一趟而已 侨胞给他60万美金 去了一趟东南亚 1000万的台币 台币 所以那还不是候选人 只是帮国民党救穷 都有办法 救急都有一些益助 都有救钱 所以为什么现在韩国瑜 你会看到说积极的 想要去出国 想要去那边 要寻找金援 寻找资源 不然就开办 所以其实现在那些部分区 那个分区立委 为什么国民党立委 很紧张 你叫我看看板 看看板放上去 送上去台风来了 我要拆下来 那就是钱 所以现在看板也不愿意 所以其实韩国瑜的困值 就是钱 但是就跟刚才讲的 那为什么很多国民党的内部里面的人 就觉得说不能对郭台平这么凶 所以可能为什么党地处分这种事情 王清平的事情 为什么国民党内部 要留点回转空间 因为有一个人 他最近的时候鼓励才分配 今年又是53亿了 50多亿了才能鼓励 可是我觉得创下黑韩大将 我觉得对于韩国瑜来说 他不会募不到钱 我觉得可能或许是他们家 对于钱 给下去钱 我觉得他们家可能对于钱 会比较熟 因为对于很多这些做生意的老板来讲 他们其实不太会得罪政治人物 如果你真的要去跟他募款的话 大概多少都会给 每一边都会像买保险一样 那你说营建业真的都没有办法 不会啊 因为还位于 那就是30万还是300万之差 今天还是昨天在那边讲说 什么大仓很感谢大仓九合半屋 后来搞错了 其实是大合房屋 他连这个都搞错 大仓九是个很大 在中山北路 对他搞错了 他弄错了 其实不是在讲 我给你钱 你把我命中寄错了 我怎么会给呢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可见还是有这些营建业房地产业 是看好他 看好高雄 所以如果他今天认真的要去选总统 如果国民党真心把他当作本党提名的人的话 我觉得不会沦落 不会沦落致辞 这句话有意思 把他真的真心当作本党 哎呦你假的 我觉得现在那个党主席态度有点怪怪的 哎妹妹整个党里面的人说 要不要在联署的时候就开闸看看 就是恩恩啊啊的 我觉得好奇怪的政党 你们不是一个刚性政党吗 不是应该党纪党刚都清清楚楚吗 怎么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每个人都欲言又止 踢到铁板了 对所以就是说 除非你们是初选完提一个 其实我们没有真心要听他 那就闹笑话了 怎么会国民党一直不断的 陷入这种重复的轮回当中 而且韩国瑜其实你当初好 你当初选高阳市场的时候 声势好 可是你其实打那个庶民口号 哇动人的 你说那个庶民每一个人 你看捐给他多少 1180块的 那个人数多成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你募款不是很困难 没有那么夸张 可能是你们比较熟 比较不太愿意放下去 但是这个观念要改 就是你选举 你选举必要的开支还是得要花 OK好 这是实情观察 可是连绒色都不愿意赔了 对这个很怪 有一个问题我想 您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回答 您对国民党的一些历史脉络 以及它的组成 最近因为韩市长的民调 还是持续有些下滑的风险 所以国民党要办 九三军人节的活动 来巩固基本盘 我自己也都碰到一些军人 就过去支持国民党朋友跟我讲说 事实上他们对韩市长的支持 目前是有一些保留了 他们有很多的论述在里面了 我这边耽误一点小时间用一封信 这是国民党驻旧金山党部的主委 叫做邱卫邦 邱将军 他用这应该不是毛笔 应该签字笔写给韩市长一封信 我想第一次我在大栏目上面把它公开 他说之前韩市长国瑜兄军舰 他说其实目前这是比较早期写 他说其实目前您和郭董 受选民支持的程度相若 只因为韩粉热情可配 在家里坚守接听民调电话 加上民进党前秘书长 洪耀福之地 洪耀男主导 他说洪耀男主导 为您灌票成功 才让您与郭董的民调产生如此的差距 事实上郭董的潜力尚未发挥 仅90天的选战 民调对郭董的人格特质的理念 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让选民有充分的认识 他在这封信里面也提到几个最关键的观点 若您贪图大位会有其他困难因素 作为大丈夫必须勇敢面对而解决之 若能执迷不悟将个人前途 党的希望和国家的命运 去搏一个总统大位的话 不要忘记民进党图治国无方 却选举一流 千方百计不择手段 千万不要以为面对种种挑战 竞选高雄能够成功 竞选总统也一样能够成功 那您是以不一定胜利之可能 欲抵消积极可能的失败 这是战略上极大的错误了 他还说不希望最后从一人成功救党 变成一人失败回党 中国国民党驻美国三番市 党部主委邱伟邦邦将军 像类似这些声音 不知道石油兄你有没有听到 我想事实上很多国民党的一些老党员 或是住做眷村的 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军人子弟 其实在去年都是疯狂的支持韩国瑜的 都被韩流感动 我想你可以看他的政治现金 那是空前绝后的 他的小儿政治现金累积到一亿一千四百万 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可以做到 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管是你马英九天王巨星都做不到 能够让他们开着自己的车 或者是拼着捷运 或者是习摩托车或包机身车 不要便当 不要游览车 到你三三造势大会空前的 他们的感动是因为 我们在20年民进党执政 我们看不到国旗了 而那个国旗跟很多外省级的 这些所谓的军人子弟 包括军人子弟 或者是眷村的 非常强烈的情感人性 他们的情感看到 他们把这个情感跟韩国瑜连结了 他们看到他说 这中华民国保卫战 虽然在83年赵康用过 可是他们同样感动的原因是说 这么多年来 我们当时每天要挂国旗的 台湾光复节不见了 行线纪念日消失了 3299青年纪也被丢到垃圾桶去了 你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曾经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理念 而今天在这个社会找不到了 所以他变成精神寄托了 即使他选完之后 还有很多人劝劲他选总统 说不要灌什么诚信 在这些人眼中 今天想诚信有用吗 我们为这个国家卖命一辈子 这个国家都没有给我讲诚信 为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 你曾经承诺给我们退休金 可以一刀就砍光了 没有任何缓冲的期限 讲什么诚信 可是当他的能力出现了 当他的态度 所以我说韩国瑜最大的问题 根本不是出在诚信 坦白讲政治人物有几个有诚信的 你去看看所有政治人物 做好做满 苏贞昌台北县长没有做好做满 陈菊高雄市长没有做好做满 你不能说他虽然他做两年半 他做三年他只做半年 没有这回事 没有做好做满的 今天你去看民进党征召的那些市议员 哪个做好做满 也都是半年之后就跟你征召选立委 做好做满 对政治人物来讲根本不是问题 诚信 你把所有政治人物讲的话 重新犯一遍 哪个都不讲诚信的 问题是你态度的反复 你从原意等被动的 变成昨天李嘉芬讲的 你既然被动 你的正当性来了 就像当年马英九说 我讲过一百次不选台北市长 他为什么后来选 那执行不大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一个台北市议员叫张宁 带了六个老兵到他家门口跪 称为六壮士 把他跪出来 你不管是演戏还是作戏 但是他是被动的 你韩国一是主动交五百万 主动在党内初选 这是空前 而且应该也绝后 从台北云林 台中 新竹 办了五场 花了几千万 这种你原本是被动你的理由震荡 可是你态度变成主动的时候 八十九万投你票的那些高雄市民 对不起就去你而去 而你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即使曾经为你国旗感动的 为你唱夜席感动的 为你中华民国保卫战的感动都在想 我如果让你来当中华民国总统 你真的能够让我们热爱的国家 未来站得起来吗 你连高雄市的能力都这么幸好 他的能力在类似总咨询 我不是什么专家 我当过二十多年的民营代表 我看那个能力 我说实在 你当高雄市长都还要好好学习 你当中华民国总统 那真的是一场悲剧 OK 我们过去常用这个概念 跟很多中华民国的现役 或退伍的军人共勉之 我们对现役军人或退伍军人的福利 我们本节目长期都给争相的关怀 也希望他们在行礼法的基础上面努力的去争取 过去民进党立委咨询 那个马英九时代的国防部长高华柱 说有很多这个退役的将领 到大陆去参访 似乎对我们国家的尽力有些伤害 他请问这个部长 高华柱部长 您对这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 高部长用一个婉转的回答 说法来回应这个问题 他说身为黄埔军人 妙在哪里 魂就在哪里 他讲完这句话鞠躬就下台 我觉得做一个政治朋友 我给你补充 妙在凤山 在岗山 魂就在中华民国 就在台湾 为什么有很多的军人 很多人支持韩市长 但有很多的军人也认为说 市长 您在捍卫中华民国这件事情上面 不是嘴巴说说 应该还有其他更清楚明决 这些果断的价值选择 要告诉这些黄埔真安的 我强烈请市长好好想这句话 妙在哪里魂就在哪里 妙在凤山 在岗山魂就在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彻底下或讼亡 等等 我彻底下 我强烈的侧值观 我彻底下 我彻底下 我觉得这些改变 就是 encouraged 我